另外来看到这个惊险画面 在昨天早上六点多 台大外面有一辆计程车敞黄灯 那么踩油门加速通过路口 没想到撞上了一部双载的机车 后座的乘客是伤势严重 紧急开刀治疗 另外这个行人地狱也一再的发生 在台北市文山区 有一名孕妇在过马路的时候 差点被左转的轿车给撞上 好在她反应很快 即使跳开了 否则恐怕一时两米 碰得好大一声 机车上两人被撞上引擎盖 腾空翻滚后重重落地 后方所有骑士看到这惊悚一幕 实在吓死了纷纷杀停 机程车挡风玻璃碎成蜘蛛网撞 大灯零件全掉了 可见撞击力道之大 生活发生在台大外 罗斯福路新生南路口 六号早上六点多 当时这辆小黄准备通过路口 眼看头顶上号制转为黄灯 他没有减速 反而一脚油门想快速通过 但这时横向转为绿灯 机车们纷纷起步 小黄往左急转 才闪过一部机车 下一秒却撞上另一部双载机车 骑士头部撕裂伤 而后座乘客伤势更重 头部腹部内出血 手脚骨折紧急开刀治疗 同性男子驾驶营业小客车 沿罗斯福路北往南行驶至罗斯福路 与新生南路口时 疑似闯红灯 马路上意外层出不穷 行人地狱事件也一再发生 闻山区罗斯福路六段 有孕妇要过马路时 遇到一辆黑色轿车 左转行经斑马线 丝毫没有减速 差一点点就撞到 所幸他反应够快 马上跳开 否则恐怕一失两命 惊魂未定 他恶狠狠瞪向驾驶 但对方却没下车道歉 孕妇气得向警局调阅监视器 却检举不成 原来公家监视器 无法用来举发交通取缔 行人要自保 只能自己过马路时 拿手机录影 或是赶快找行经汽车 调阅行车记录器 让行人感叹 举发不易 就这么懂